ViuTV原創劇《百萬同居計劃》12月5日出現 Asha徐思喬和Jeffrey魏晉生今次都有份參演 他們不止飾演大學同學還是一對歡喜冤家 每次通常都少了百出 我是花王熙阿熙 本身是一個有錢人 到尾都是有錢人 為什麼會進入百萬大宅 就是為了保護BSHA 所以進入花王 以便可以保護她 阿熙是一個很詳情 一個很麻煩的人 所以都蠻好玩 她主要是一個時裝設計師 一個對未來很有計劃的人 她進入百萬計劃 是想跟上司多一點交流 了解他上司更多 然後整個人生就這樣瘋了 一進入大宅 進入大宅你才暗戀和包包 我是大學同學和包包 雖然沒有交代 也有交代 一兩句的交代 但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是我和他大學同學 追了他很多年 所以才去大宅保護他 Jeffy無論去到哪 都是劇組的開心果 經常聊大家聊天沒有事停 令得賓都以為他有過度活躍症 你是會大叫的 甚麼?得賓說我過度活躍症 你搞錯呀 這樣形容我 哈哈 不是,真的開心果 他免得說得太好聽 免得讚我 這些前輩是要繞個圈來讚我 真是,得賓兄 沒有呀,因為我覺得這套 興喜劇 所以希望大家現場的氣氛也開心 自己拍攝歌時有甚麼搞笑的笑容 隨時就是我教跳舞 對呀,教跳舞 我一向都是膠戰的跳舞擔當 所以就找我去教Anson Lo跳舞 也是正常的 這個機會也很開心 對呀 有一點輕浮 感覺也很輕挑 真的很輕挑呀 大哥,Anson Lo 然後就教他如何動作 他都可以,學得很快 哈哈 Azua這次在劇中 被Jeffy和Anson Lo兩位男神包圍 不單有超多對手戲 還有三角感情線 真是羨慕死人了 不過Azua就說他最難忘的一場戲 竟然是這一場之爭 我很記得有一場我們在醫院裏面 然後 哇,那個人忍不住 對,很多人都忍不住笑的 明明是一些很認真的位置 但是沒有掉漏 還有群氣自然多很多對白 你接一句,我接一句 我們有十個人 你當我們有 不是的,人家少一點對白 如果是個人來說 個人來說 但是你要記起別人的對白 因為你要想起你何時發聲 錯呀 有錯,為甚麼錯呀 是要消化別人的對白 要消化別人的對白 不不是記,是消化 是消化 我們要消化很多人的對白 有一個tick是大家都說 時間很緊迫 一tick過 我記得我很緊張 因為我們十幾個人 你要記住你的次序 圍著醫院那裡說 我記得我用電話錄的 因為是看到大家那種認真 因為我們那時候好像只有八聲 然後就覺得很好笑 大家不可以忍著笑 但是不可以NG 拍喜劇經常都會臨場爆肚 有時都很考演員的忍笑定力 尤其遇到笑點低的拍檔 真的很容易拍到要OT Jer Jer嗎? 真的不是你? Jer Jer不在那裡說Jer OK 很容易笑吧 Jer 會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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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Rachel也很差 Rachel笑點有點低 是 她會爆笑 而且Rachel的笑聲 是很清脆的 是很清脆 所以是很可愛的 雖然百萬同居計劃 只是虛構故事 但如果這件事 真的現實中發生 Azhar和Jeffy 又敢不敢參加呢? 我絕對會 因為我很喜歡那種 人與人之間的實驗 又不可以拿著電話 要一起同居 又可能會罰錢 是挺刺激的真人數 我會參加 如果一開始已經 你進去 不知道犯了什麼規 已經輸了 是 就是進去已經輸了 那你會離開 還是你可以繼續留意 但你不會有過一百萬 那你會繼續留意還是離開? 那我一來想 我會繼續留意 因為我想搞事 對 對 就是讓人家沒有那一百萬 是呀 哈哈哈哈 原來你想起來一樣 是呀 我在想為何你會繼續留意 繼續留意 就是讓人家沒有那一百萬 是呀 還有或者讓我想贏一百萬 那個人更加有機會得到 那好 就是分一半 看看怎樣 大概跟他有幾個朋友 我不知道他有幾個朋友 可能他會跟你分享 你呢? 當然不會了 走 浪費時間 哈哈哈哈 其實這次的百萬班底 幾乎採用大叔的愛的原班人馬 如果大家有機會第三次合作 他們會想拍一個怎樣的劇本呢? 我喜歡你 可能這次就不做什麼 歡喜娟姦 做我弟弟 我做姐姐 你想誰做爸爸? 爸爸德濱 德濱 那媽媽呢? 有Rachel 有阿娟 你不能這樣說 這樣說我豈不是得罪了嗎? 不會的 你一定能把他們的 你唸到嗎? 不是的 Rachel就是本身的媽媽 然後Rachel可能因為她有時尚 又不斷吵架 是 今天離婚 然後娟姐出現 是 這些後母我通常都不是很喜倌 阿娟是甚麼歌詞 阿娟 阿娟 阿娟做甚麼? 阿娟做哥哥 又做哥哥? 大到我哥 我想被哥哥、姐姐 親孔的小朋友 好 好 做甚麼呢? 我也覺得我很討人歡喜 不過應該做最大的阿娟 全部都是家人 全部家人 也挺開心 還有Edan 被人帶來熟 帶他回來了 帶他回來了 阿倫、Stanley又回來了 全部都是做哥哥 我是做最小的那個 大家都愛惜我 用不同方式愛我 所以整個劇都是為我轉 就挺開心 然後到最後 通常最慘、最被人疼的那個 通常是會死的 劇情是這樣去的 誰知原來是謀殺案 是全部黑光 家姐的小朋友 住在那裡堆 他欠家產 今年Jeffrey真是非常高產 在影視方面都有不同的嘗試 他就說希望之後 可以讓大家看到 他搞笑以外的另一面 真的很感人 為甚麼會這麼感人 因為可以試到很多不同的角色 每一個角色都有不同的變化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角色都很不容易 所以真是珍惜機會 因為不知道自己做到多久 你只是很年輕 不是啊 有時候真的說不定 現在的疫情 身體健康 要演甚麼角色 正劇 就是比較認真一點的角色 因為暫時 其實我演戲之前 有幻想過自己是那些很有型 很英雄主義 就是那些很Man 但誰知原來現在拍到 拍三套 差不多三套 破壞了你的形象 套套也有一點點起感 我也覺得 哇 不知道是不是滲得多 人都變了 所以就 希望演一些正劇 調整一下 Aswa一樣肯學肯試 還說自己甚麼戲種 都無任歡迎 我跟Jeffrey一樣 對於演戲都還很新 所以甚麼角色都會很想試 我想 我又Man的角色都很想 我絕對想 對 我到今次今天 上次拍完大叔 我也想拍那個 女女都可以的 所有的角色 無論是要我哭 要我笑 我想 喜劇反而對我來說 是一個挑戰大一點 因為我沒有那個能力 去拿出來 可能要多費 可能她很容易就拿出來 It takes me so much 好難 是不是很累 阿希就輕鬆 阿希就輕鬆 我就慢一點 所以這些位置 很多東西都還要去學 所以所有角色都絕對 想繼續去挑戰 希望他們的演員之路 可以一路唱通 拍多點好戲 造福觀眾 那